相由新生,中国的识人传统,相术或相学在东西方文化中都算墨流,登不了大雅之堂,但自古至今它都在人生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看重人的相貌,进一步地,对人的身心状态有直观而本质的把握。 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精神心灵状态是通过体貌特征呈现的。 他此时是亚健康状态,还是病态,是心有喜事,还是处于危难之中,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进一步,这个人是通达的,还是偏下的,是慈悲的,还是自私的,等等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相学在我们中国一度风行,甚至影响到哲学层面。 在春秋时期,相学很是发达,诸多先秦诸子也深以为然。 最早见诸典集有,左传,循子,飞向,孟子,离楼上,占国策,等。 孟子说啊,君子所幸,仁义里置根于心,其声色也,醉然见于面,盎于背,失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强调外,相与内心有着不言而喻的联系。 孟子还说,存乎人者,莫良于毛子,毛子不能言其恶。 胸中正,则毛子了言,胸中不正,则毛子媚言。 听其眼也,观其毛子,人烟馊哉哉。 孟子的意思是说,观察一个人,再也没有比观察眼睛更好的了。 眼睛不能掩盖一个人的丑恶。 心胸正直,眼睛就明亮。 心胸不正直,眼睛就昏暗。 听他说话,再观察他的眼睛,一个人的真情又怎能隐藏得了呢? 很显然,孟子的这一思想,是受了当时向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另一个思想家荀子,对此则表达得更为深入。 相行不如论心,论心不如则数。 行不胜心,心不胜数。 恕正而心顺之。 五代时期的陈团在其《心想篇》中,开编辑说, 心者貌之根, 审心而善恶自现, 行者心之发, 观醒而俘获自知。 孟子、荀子、陈团等人的论述, 奠定了内向决定表象的理论基础, 从而产生出向由新生的观点, 绵延至今。 为孔子看相的人。 春秋战国时代, 有著名的相使, 如正人孤步子卿和良人唐举, 其中, 孤步子卿被誉为相学圣人其姓一派开山彼祖。 司马迁的《史记》就记载了这些相使的传奇经历。 据文献记载, 孤步子卿曾被孔子看过相, 那是世间两大高人之间的过招或印证。 孔子初位之东门, 逆孤步子卿, 曰, 二三子引车币, 有人将来, 必向我折也。 直至孤步子卿一曰, 二三子引车币, 有圣人将来, 孔子下步, 孤步子卿迎, 而誓之五十步, 从而望之五十步, 孤子贡曰, 誓何为折也。 子贡曰, 赐之诗也, 所谓鲁孔秋也, 孤步子卿曰, 是鲁孔秋于。 无故闻之, 子贡曰, 赐之诗何如, 孤步子卿曰, 得摇之嗓, 顺之目, 语之景, 高摇之会。 从前是之, 暗暗呼死有王者, 从后是之, 高奸若即, 此为不及似圣者也, 子贡欲然。 孤步子卿认为, 孔子的额头像摇, 眼睛像顺, 脖子像大鱼, 嘴巴像高摇。 从前面观察, 相貌不凡, 有王者气象。 但从后面观察, 孔子的肩膀怂起, 几倍瘦弱, 这个缺险, 导致孔子终生育育不得志, 不能开创像摇顺于诸人的王者事业。 而孔从子, 家延, 也在孔子修功而归备, 孔子生的腿部修长, 背部像乌龟一样广厚, 因而说, 孔子虽是一个贵人, 但其一生比较劳碌。 这位孤步子卿接着又说, 子何幻言, 污蔑而不恶, 家伙不及, 远而忘之, 雷呼若丧家之狗。 子何幻言, 子供已告孔子, 孔子无所词, 读词丧家之狗儿, 曰, 修何感呼? 子供曰, 污蔑而不恶, 家惠而不及, 此以知之矣。 不知丧家狗, 何足此也? 子曰, 此如独不见夫丧家之狗鱼, 寄脸而果, 不弃而济, 故望无人, 一语诗之, 上无名望, 下无闲事方驳, 王道衰, 正教师, 强凌弱, 众暴寡, 百姓纵心, 莫知刚迹, 是以故意修为玉当之者也, 修何感呼? 这段史话, 便是孔子被谓为丧家犬的来历。 当然, 我们也知道, 孔子也好色想, 他从好色的经历中总结说, 我未见好得如好色者, 他还说过, 以貌取人, 师之子语, 三十岁后, 相貌是自己修出来的, 由此可见, 相学有其存在的道理, 看相是一门学问, 在古代, 山, 依, 宁, 象, 补, 是一个读书人必具的知识, 在古典教育中, 荣之礼仪, 注重荣貌, 也是学生受教育重要的一个内容, 遗憾的是, 由于他对被相者有结识, 审判的功效, 使得他被主流社会打压, 他的人生社会学意义或功能没能得到挖掘, 只在医学, 婚姻学, 行政学那里存活, 辅助这些领域尽一份力量, 但事实上, 相学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它还有政治学, 社会学, 成长励志学等方面的意义, 尤其是, 相学的人生社会价值一直存在, 追求体态, 容貌之美, 追求面向之好, 也是自古至今人类的需要, 在佛教传说中, 阿难尊者就是因为看到佛陀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而心生爱慕, 最后出家跟随佛陀修行, 近代的美国总统林肯则有名言, 一个人过了四十岁要对自己的相貌负责, 我们民间也有说法, 三十岁前的相貌是父母给的, 三十岁后的相貌是自己修出的, 从成长, 修行的角度来看, 相学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直观地展示了人们的精神心灵状态, 一个人是否开心, 快乐, 幸福, 是否成熟, 自律, 是否健康通态, 都可以从他的身体相貌中看出来, 我们常见一个掌握生杀大权, 予取予夺的人, 曾经非常暴力, 凶残, 但放下土刀, 回归常人生活后, 变得慈眉善目了, 而一个曾经的帅小伙, 漂亮姑娘, 在中年后, 反而会有一脸俗像, 会失掉青春乃之人的惊奇神, 这些现象, 都跟个人的成长和选择有关系, 我们由此刻意想见, 象学一直在发展, 在当代, 网友们也都参与进来, 在给明星大咖们看向, 包括前不久的铁链女事件, 也让人们对面象学, 乃至谷歌技术学, 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们的行为表明, 他们有正常的事实判断, 是非判断能力, 反而那些试图以各种 名义掩盖真相的人, 其精神心灵状态 是极度阴暗, 猥琐的, 仇恶者为什么有市场, 因为对相貌的注重, 在当代催生了一个个发达的产业, 比如美容业, 整容业, 比如美颜技术, 等等, 这些产业有人们消费的需要, 无论是美颜模式, 还是整容标准技术, 都说明在人们心中, 好的容貌有一定的标准, 人们追求这样的容貌, 也是精神上有向美靠拢的追求, 虽然这中间产生了很多悲剧, 喜剧和闹剧, 比如一个大男人利用美颜等技术, 装扮成美少女进行直播视频, 获得很多粉丝大赏, 最后粉丝发现上当恶心坏了, 比如人们利用整容, 美颜等装扮自己, 去相亲, 最后露出马脚而失败, 等等, 这些现象说明, 人们需要对相貌也要进一步看向, 不能停在相貌的表现, 无论如何好色也好, 想美好靠拢也好, 动机不能说错, 但如果沉溺于消费模式之中, 就说明我们的精神和心灵仍有待改善, 对相貌外表的注重, 在当代还催生了一个个空前繁荣的现象, 比如成功学, 比如成功人士的标配, 等等, 但网友看向, 对这一消费模式的反抗, 是创造了一个消解力强大的词语, 装逼, 附带上, 装逼, 装十三, 等等, 也成了对那些没有根底, 空虚的人, 那些名利之徒的揭露和讽刺, 令人遗憾的, 尽管网友们看向, 能够随时揭穿真相, 但装逼者仍能够大行其道, 因为市场流量是无限的, 总有好奇者, 天真者会着像, 从而成全了装逼者, 装逼者在某种程度上, 满足了人们反抗平庸, 追求非常的需要, 这一现象, 以希特勒等独裁者的大众消费最为典型, 这样的流量现状, 虽然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但据说也是人为的, 这种被操纵的流量现状, 使得精英们感叹, 这一届的人民不行, 这种被操纵的流量现状, 加剧了丑恶的现象层出不穷, 违背常识的现象时常出现, 甚至一些丑恶不加掩饰就粉末登场, 虽然被骂掌的丑就不要出来吓人, 但这些丑恶者依然有自己的市场, 写在国人脸上的不容易, 因为这样的市场和消费现象, 使得真正的精神人格, 真实的精神眼镜, 在当代是隐身状态, 边缘状态, 带动大众成长的反而是一些丑恶者, 下流的上层精英, 甚至可以说, 当代的成功人士无一例外具有装扮性, 表演性, 他们带动了大众也走向表演, 自媒体, 新媒体的发展, 也推动了人们走向表演, 消费各种相貌模型, 因此尽管有美颜美容技术, 但大众的身心相貌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化, 反而常常在不经意间露出其不堪的真实一面, 曾经有人在假日的长城回头, 随手拍下人头攒动的群像, 人们发现, 那些走到一起的同胞们没有一张脸是笑着的, 在长城观光的人们都呈现了疲惫, 焦虑, 复杂, 无奈的深情, 画家刘晓东在海外的发现, 也印证了长城上的中国人, 无论走到哪儿, 我一看眼神就知道他, 他是不是中国人,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承受着这么复杂的生存境遇, 这种不容易写在今天每个中国人的脸上, 更早的时候, 画家陈丹青刚到西方也是大吃一惊, 因为他看到街上的年轻男女, 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胡适早在民国初年就说过, 时间最可恶的是, 摸过一张生气的脸, 鲁迅则观察说, 人扩脸就变, 在我们的社会里, 人人受欺负, 人人生气, 进而, 人人有机会就扩变成欺负人的脸, 这样的脸色, 我们实在是司空见惯了, 研究当代中国人松弛下来的相貌或素面, 我们发现, 当代人既不具备八十年代, 那些有向往之心的神情相貌, 也不具备欧美人, 日人, 韩人那些傻乐和或有自信的神情相貌, 早在世纪之交, 就有一个中关村的企业家说, 他羡慕外国的企业家, 因为他们能够生活得那么阳光, 这种相貌的阳光性, 我们在马斯克身上看得极为明显, 网友曾说, 马斯克有灵魂之问, 马云去哪里了? 我们回头看马云在公共生活里消失前的风光岁月, 可以看到, 马云的不容易也写在脸上, 他的唱歌, 弓手道, 他的演讲等等, 都具有表演性, 他真实的喜怒哀乐, 没有真实的表达出来, 忍辱负重或含羞忍够的结果, 神马都是浮云。 从这些案例和现象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极其复杂, 其中有时代认同, 个人认同, 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 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 导致中国人的相貌不够清晰。 网友们就曾经挑选当代的大学教授, 跟民国的大学教授相比, 以面相看两个时代人物精神的差异, 感叹今不如稀。 在演艺界, 企业界, 文化界, 体育界, 挑选最能代表当代中国人精神风貌的面相, 我们很难想得出来, 有哪些人的面相可以做代表。 我们可以挑选一时的人物面相, 但几乎没有什么人物的面相 可以穿越一个世代, 穿越二三十年的时光。 也就是说, 我们当代人的精神还没有沉淀, 成熟, 完成, 对自己的身心相貌负责。 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西方社会的公众人物和大众, 在相貌上已经趋同。 很多公众人物不再显得高大, 伟大, 冷峻, 严肃, 做思考状, 冲突斗争状, 激情相, 执着相, 而是极为生活化, 普通化。 我们可以说, 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 健全的。 看相也要回到正常, 健康的状态上来。 相很重要, 但我们不能看到一个伟大的相, 激情的相就投入进去, 去膜拜了。 我们建议相要离相, 因为我们要的不是相, 而是希望跟一个正常的, 健康的灵魂对话。 金刚经为此告诫说, 如以三十二相见如来者, 转伦圣王即是如来, 所以我们不能着降, 而是要离相。 如佛所说,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使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对精神, 心灵来说, 也是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看个行各夜的转伦圣王, 看他们装样子的形象就会极为可笑, 甚至觉得可怜可恨。 当年汉高祖刘邦回乡, 就曾经装模作样过, 西文中说, 那大汉下的车, 众人失礼数, 那大汉去的人如无物。 忠乡老展, 脚书腰败, 那大汉挪身着首服。 蒙克里抬头去, 去多时认的, 嫌弃破我胸脯。 只通刘三, 谁肯把你揪扯住, 白什么改了姓, 更了名, 换作汉高祖。 可以说, 人们的社会生活或公众人物的面向, 仍给了我们这些吃瓜者, 研究者极好的材料, 让我们观察公众人物和大众等多重的精神心理。 采访过欧洲主要国家首脑的麦考密克夫人, 曾将罗斯福与希特勒, 莫索里尼等治国者的外貌做了比较。 她发现后者为执掌政权,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紧张和焦虑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艰难时视领他们面容憔悴, 过早衰老。 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造成的令气精疲力竭, 焦头烂额的时局, 他们独处时显得疲惫而困惑。 而罗斯福完全不同, 总统职务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之少令人惊异, 他在愉快而自信的神情背后保持着一份超然的宁静和安详。 由此可以说, 认同并参与构建哪一种体制, 自己就会跟这种体制形成共生共动的关系。 我曾经在《先知中国》书中提到自己的相貌, 我还提到了鲁迅。 我告诫自己要像鲁迅一样, 预知未来的自己比现在的自己更好看。 因为我年轻时对正义有热情, 我的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就是, 一个成年人要对自己的身心相貌负责。 但时过境迁, 今天的我回看当年的远心不无悲哀, 因为我知道自己仍被时代烙印了。 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相貌, 时代的相貌, 体制的相貌没有感觉。 很多人对时代和个人面孔没有记忆, 或只记其一不记其二。 世众的精英和吃瓜的大众, 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相貌或精神。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相貌跟时代, 知道的共生关系。 记得自己的相貌并努力完善它, 让它正常,健康起来。 记得人格有面并努力参赞它, 是我们现代人的责任。 我们现代人格有的相貌和健康他, 我们先来这个相对人, 我们俩下对人们的目的, 我们也在前面等会认,